中共官员严重的贪腐问题是这次18大会里会外的焦点 中共官员贪腐严重早已经不是秘密 但这次之所以受到各界重视与讨论 都是因为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案子爆发 引发了全球关注 而许多消息也显示薄熙来家族的巨额财富 除了来自贪腐之外 还包含薄熙来的妻子骨开来 贩卖人体器官与尸体来谋取暴力 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发表的最新调查报告披露 曾经担任冯哈根斯生物塑化公司总经理的隋宏锦坦诚 哈根斯生物塑化公司与薄熙来骨开来有密切关系 那您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个薄熙来 还有她这个她的妻子这个那个骨开来 与这个这个冯哈根斯生物塑化有限公司之间 这个有什么瓜葛有什么关系 可以她搬着讲 那么过后哈根斯本人 在内用她这个就是这个 荣誉啊到处去宣传 来宣传她和这个这个冯哈根斯 不和那个薄熙来呀 很多密切关系 身为大连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主任的隋宏锦 在薄熙来担任辽宁省省长期间 曾经成立了大连洪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也经营人类尸体塑化的买卖 隋宏锦坦诚 他的公司接受的尸体来源 许多是来自大连市公安局 而薄熙来与大连市公安局正是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元凶之一 那就是你们公司的这个尸体来源都是主要是从什么渠道来的呢 从那个官机关就收几十个就是那个那个官局收的 那官局那个这个收了 那就是你们现在就是到现在为止有就是收了多少尸体了 我现在记不准了几十个吧 那你是什么公安局给你们提供的 呃大连市大连市公安局 此外某第一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主任也表示 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 涉行了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与尸体来牟利 而且谷开来卖的尸体还不是只有法轮功学员 知不知道你们是个犯罪机构啊 我是你是谁啊 这场迫害一旦结束的话 你们怎么办想过吗 他没看到谷开来今天的下场啊 谷开来卖那个法轮功那个人体器官的 你说什么 我说你说谷开来啊 卖法轮功人体器官的 对呀 卖的也不都是法轮功的 追查国际组织在报告中指出在中共政权的主导下利用人体 以尸体塑化成为标本来谋取暴力成为一项充满罪恶的产业 而这门产业的兴起是在2000年以后 而当时正是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大规模迫害与虐杀的高峰期 新唐人记者唐浩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